對 從這邊又背門 它這個只有那裡可以放 可是那裡又有一個 是啊 好尷尬 其實我們剛講說 這間是一個小小屋 這個就是最大的重點之一 等一下還有 我們先講這個地方 小小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它睡覺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大的回風扇 而且這個門是陽台的門 從更衣間的陽台門也可以出去 所以它互通的 回風扇的長角就是 第一個人不聚 人定不聚 床頭的話代表說 感情爛逃花也不聚 也會很多 爛逃花很多 感情正圓也不容易聚 所以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小三被介入的房子 你看有誰會從外面這樣進來 一定是偷雞摸狗的人 對 所以說你一定要先解決 把這個回風把它斬斷 那要如何斬斷呢 這個門 臥房就是臥房 你不要開那麼多的門 所以你就把這個 從外面可以進來 你的回風扇的這個門 把它封起來 如果說你是租房子的 沒有辦法封的話 你就這邊放一個櫃子 或是放一個屏風 就讓它變成窗戶的感覺 對 對 就是你直接把它用一個櫃子 無斗櫃也可以 衣櫃也可以 無斗櫃的話感覺像一個窗戶 就不會有門的形狀 你把它堵到這邊的話 自然你的人的動線 就不會從外面 或是從裡面這樣出去 對 所以我們要引導 就是動線的問題 沒錯 剛剛他是不是說 安床 這邊有稍微凸出來一點 其實我覺得有點本末導致 就是也是很尷尬 就是說如果他過來的話 這邊有個涼不一樣 而且因為剛好那邊 還有個插頭 那邊也有床戶 對 直接靠床 因為那邊有個水 有個涼 壓涼 壓涼的問題 其實確實滿遠的 很尷尬的一個房間 所以你看他這個床 有稍微凸出來一點 然後有站到這個門 既然已經降了 其實也是不及格 不如我們就直接把這個門 直接封起來就好了 然後床可以放中間一點 可以 這樣就變成說 你左右縫緣都非常地齊全 好 接下來 我們剛剛說的屬牛虎兔 接下來龍 好 屬龍的朋友 十二生肖要財運從來來 龍的話 今年有個血韌心 這個血韌心代表說 屬龍朋友今年特別容易 救急復發 如果說你裡面有一些病痛 今年特別容易生病 而且這個狀況會再復發起來 所以你有個血光之代的問題 所以他會再得過一次 德國麻疹 例如 當然 不可能 不會了 可是說你原本的疾病 你就會那個 兩次 兩次 所以你的錢財會比較心酸一點 是 你會從保險基金的禮賠而來 禮賠 但是你到這個 住院才有拿到錢 對啊 但是你要這個錢財不好 你可以轉一個觀念就是說 你可以今年很適合投資保險 例如說有一些投資型的保單 你可以去買 買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當中 買到一個很好的商品 就是那個醫療錢加多一點 加保 這也是一個化學的方式 那屬蛇 好 哥 好 屬蛇的話 今年有個太陽星 我跟你講 太陽是立女不立男 太陽就是立男不立女 所以今年屬蛇的男性朋友 特別地好 財運也很好 那屬蛇今年的財運 跟男生有關 例如說女生的話 就是靠男朋友 或者是靠老公 從另外一半得到這個財運 然後你也可以得到名利財 什麼意思呢 如果屬蛇的朋友 今年一定要先把你的名聲做出來 把你的口碑做出來 以口碑以名聲來帶這個財進來 所以凡事不要急 做好名聲是最好的 好 那屬馬的呢 好 屬馬就是今年太歲 所以有太歲星 半太歲就是要記得 不要 做很多的大投資 也不要做很多的大變動 你一定要記得 太歲星就是專業一技之長 把它守好 不要轉跑道 對 不要轉跑道 你只要安穩地做好 其實你今年其實是會拔的 所以說一技之長 那羊呢 好 屬羊的朋友有一個墨月星 這個墨月星就代表 陌生的貴人 所以你 不要忽視你旁邊的人際關係 真的喔 擦肩而過的這些人 你都是你的貴人 有時候你的貴人 就是從陌生而來的 所以你要記得 你什麼 貴人 好像貴人 所以要多嘗微笑 然後讓你可以 遇到更多的機會 所以今年很適合去買賣 介紹 當前客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來過例 當前客 然後再介紹什麼的 對 各位太太們要注意了 如果床頭後面有回風煞 會形成消小屋 容易遭小三入侵 最好把門封死 或擺五斗櫃化解 而生肖鼠籠的人 今年健康不好 最好買保險消災 而鼠蛇的人 做好口碑 財運自然就會跟著來 鼠馬的人 最好轉手為攻 盡量不要做大筆買賣 或是換跑道 最後鼠羊的人 今年則是容易因推銷而獲利 後方這就是廚房了 會忽略的它 然後明明就這麼大 而且你是床單吧 我可以說 因為這個門家太大了 門簾找不到 所以要窗簾 妳是不是窗簾訂做的吧 對 用窗簾 可是我覺得 這縫這樣也很好笑 不是 而且我特地跟裁縫阿姨說 我只要做門簾 她特地幫我挖了一個洞 我也是很尷尬 對 我覺得挖這種洞 很尷尬 好嗎 對 對 真的很賠償 真的 而且它好厚 它很厚 它是兩層這樣加起來 所以才特別訂做 為什麼廚房門會這麼大 老師 其實他們家的門 真的是非常詭異 我們常常說門當戶對 除了跟妳要嫁娶之外 一定要找到適合對象 其實妳的門 也要跟妳的空間格局 來做一個戶對 其實妳看 這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看廚房門過大 而且已經大到 比大門還要大 這樣就有一點反客為主了 為什麼呢 我們裁庫 其實照理說應該要 把它硬揚 就是要把它藏起來 其實你應該要越小越好 當然不是說妳的廚房門要越小 而是說妳這個大 已經大過大門了 對 老實說妳的錢財很容易外露 可是它沒有門 它基本上現在就是一個門框 它好像有點想要做那種 半開放式的廚房 其實有門框 門框就是門 只是它沒有門片而已 其實它也是有門框的形狀 代表這是門 所以它這一個門框 已經達過大門了 代表什麼 女主人的脾氣 活氣會特別大 為什麼 因為廚房在有民主人嗎 沒有 我記得大 最近還好 還可以 好 對 我查一下 好 可是我會所謂 可是至少啦 至少說他進來這邊看到 目前這樣看到的格局 沒有說對它影響太多 其實你這個只是看到一個門 第一個問題而已 你看它這個廚房 也會整個都是往外推的感覺 對 雖然不是外推 但是它整個格局 對 這個廚房是 真的耶 我現在一到外面來 外面 其實是廚房 可是你會覺得好像整個是 凸出來的 在房子外面 像我的左邊這個地方 它其實就是外面的空間了 是耶 因為它門在那邊 對 其實它不在同一個軸線上面 它的廚房整個是外推出來 代表說女生會特別的強出頭 然後這個一定要特別有 所以有一點 聽不懂嗎 沒關係 我有 給你看 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在廚房的部分 所以這邊已經是出在外面了 是 其實你看 它的門是在這兒的 它的大門在這邊 大門從這邊進來這邊客廳 所以我們進來 這是它餐廳的格局 然後這邊你看它的廚房 其實已經在外面了 而且從它的廚房這邊出來 會有一個後陽台 這個後陽台 你看它這個地方 綠色的地方 其實是這個大樓的公設 電梯的地方 所以很妙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從它的公設電梯的地方 這邊有個窗戶 其實這個叫小小屋的原因就是 從這個窗戶可以爬 從那邊後陽台進來 到他們家裡面 房子離奇設計 竟能輕易拜訪雞排妹 爬在旁邊別開玩笑 我們這邊 怎麼會有那麼奇怪的後陽台 這樣偷上去哪 可是這裡這門應該鎖吧 可以 小心 因為有一濕濕的 臭鼻耶 這電梯耶 對 是 它就是一個電梯的意思 所以說你其實小吃一點的賊 從這邊鑽過來 怎麼鑽 它就只能看到這兒 怎麼它這個意思 可以開吧 不行 它就這樣 它就是安全的一個15公分的範圍 但是這個只能放拿那個 頭帶把 開一開應該也滿好看的 我覺得應該是 而且這一塊就是很快 我問房東 他說 他說這個就是公設 但只有我進得來 對啊 因為你就不知道這一塊 是要隔來做什麼的 但是而且我覺得 我們是 我就直接看到一樓耶 對啊 所以表示 而且裡面很多階梯耶 對啊 所以是很容易就可以爬上來 所以其實你本身會臉輕功 其實爬上來還要加很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現實層面 來講的話 就是現實層面的小小的問題 一定要注意房道 其實風水格局來看的話 其實從這個圖也可以很明顯 對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對 我們在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地方是電梯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是不是在它的露台 有講過包袱屋的問題 對 包袱屋是不是代表你要備載要負擔 對 我們再把包袱屋講更詳細就是說 如果你的包袱屋是在 後陽台後段的地方 像很多的透天處 它後面的地方是外推出去的 所以它從它的後面 就可以進去這一個家裡面 好 那這個格局表示說 很容易遭到小偷 之外你也很容易 如果你是結婚的 有生小孩的 你的子女的發展會受到限制 然後你會容易為了子女而備載 其實你自己的子女 本身的發展就不好了 你還要負擔它 可是像他是單身 他現在還很年輕 所以他應該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是 你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你會擔心什麼 擔心就是你的人際小人的問題 你可能會因為一個事件 然後幫你的朋友 或幫你的一些人來備載 所以要小心這個部分 這包袱屋 那你這邊怎麼解決 對啊 對 這公司怎麼讓你給你 你也沒辦法 做什麼 雖然它沒有外搭出來 不形成真正的包袱屋 可是因為它從外面空間過來 它就有一個類似包袱屋的現象 好 那要怎麼化解呢 第一個 因為你剛這邊有一個門 它有個閘門 其實這個閘門 你一定要把它長期地關起來 或是種幾個樹或植物 把它擋起來 你說種在這邊嗎 對 你就不要進出 這個空間你也不要用 所以就當作這個公設沒有就對了 當作是沒有的 你就是不要想說 我覺得這個空間是我的 然後你就出來 剛好洗完衣服在這邊曬 滿好的 是說我就是花點錢嗎 這一套電腦 對 對 這工會看 對 工會看 可能會有一些遺見 所以它要放棄這個 對 其實你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後陽台了 你就把這個閘門 也不要用這種透光的 你就把它封起來就好 如果可以封 你把它封起來 不能封 這個是公設 如果不能封就送植物 如果是上面可以掛一些植物的話 所以可能會讓感覺 現在是這樣 一間要咬 可以砸是不是 或是你可以 或是你可以敲碎玻璃 你把它封起來就大 對啊 睡酒瓶有沒有 睡酒瓶就很做 因為你以前眷身都弄這一種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它弄好 因為這是運勢上會有問題 二方面來講的話 實際上真的很危險 所以你的防盜的措施 一定要做好 好的 有方便 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 最後的事了 最後這個生肖到底 你的財運要從哪裡來 來 好 屬猴的人 屬猴的朋友 因為今年有個八措心 八措要有 幫財的意思 所以你要如何創造這八方財 就是遠方求財 如果今年有一些外派的機會 或者是遠方要遠渡重陽 例如說你去旅遊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運氣不好 財運不好 玩回來過個海水 就可以讓你財運最深了 已經用了海水 過個海水 不是 這是比喻而已 譬如說坐飛機 遠渡重陽 過這個水 去澎湖金門可以嗎 也算 因為算有限的話 就是從澎湖金門下水 我跟你講 最近的小流球 用食感就好了 對 不是遇到可以 繞一圈 對 我的最近要是澎湖一樣的 所以有一些異地的財 好 異地代財 原方財 好 屬雞就是雞排妹 對 然後有一個福德心 福德心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比較多行 散 布施 多休口的 因為今年賺的是福報財 對 表示說如果你今年 福報越積越多 或是做很多善事的話 你可以從當中 無情得到福報財的錢 會越賺越多 有 剛好 因為我今年年初出的EP 就是全數捐給公司 好棒喔 我真的會愛心 鼠狗的話有一個遞減性 遞減是什麼意思呢 跟土地有關囉 所以你可以靠土地的買賣 或是買不動財 就可以來做一個很好的獲利 像今年年很適合買房子賣房子 鼠狗的朋友特別適合 好 所以有鼠豬的 鼠豬今年可以說是財運的第一名 有說 什麼意思 因為有一個紫威心 紫威心象徵帝王的意思 代表你的名利財或人賣財 不求自來 而且有人會主動跟你講說 佩甄 今天你要做什麼事業 如何如何告訴你的名牌 你就賺錢了 這麼好 是的 在2014年遵循生財管道 用對方法讓你發大財 例如鼠猴的朋友 移到外地發展 而鼠雞的人多做善事 就會有好報 而輸狗的人適合從事房地產 最後屬豬的人財運最旺 財神爺會自動照上門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他的努力 他一直在求新求變 在演藝圈當中 想一些新的發展 然後讓大家看到你新的作品 希望你越來越好 然後多出一點EP來做展示 有 今年還要再出一張專項 好 大家多多支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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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廚房一謝千禮 小孩學費成前坑 出發會四個愛花錢的徵兆 那這個四項裡面呢 零重的項 這代表說小孩子 比較會花到這些 真的 然後這個學費非常安靜 真的 要現在花多少錢 真的可以買這種房子 一點都很誇張 謝謝 謝謝 anie 中文字幕——YK